哇塞 哇这个面 我真的是 哇塞 欢迎收看今天的 消音逛吃TV啊 又来到了我们的 深夜食堂的时间 对 今天我要给大家做个什么呢 其实在 小时候 我的小时候 我妈经常会在家里面 去做一种酱 然后这种酱呢 做出来了之后 哎呀口水都在咽 拿来拌面也可以 拌饭也可以 反正就是万能 就是特别特别好吃的一个酱 然后那天我们在 发我做菜的这个视频的时候 那个下面的那个评论区就有人说 说陈老师 你能不能做一个什么酱 我就想到了这个 就今天分享给大家这个万能的这个酱 然后我们今天准备到的食材 有这个牛肉末 牛肉末 然后这个大白杆 然后泰国这里买一个大白杆 我准备买这两块这个的 但是它只剩一块了 然后我又买了一块这个黄的 但是一样的 东西是一样的 只是颜色不一样 大家在家里面 做的时候可以买这个大白杆 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这个蚝油 然后猪油 黄豆酱 甜面酱 然后盐和糖 基本上要准备的材料就这么多 然后我们就 现在 现在开始 我们就把它做起来 好 我们现在先处理一下食材 先处理一下食材 先把杆子切一切 这个大白杆 中间一破为二 然后把它切成条 然后再把它切成丁 然后再把它切成丁 就大家切的时候就随意切 但是要保证它稍微小一点 不然的话它那个酱的那个味道就不会进到这个 这个豆干里面 好 这一块搞定 一样的啊 从中间碰过去 说得面 它干的 词和 它 它 油 它 它 好 再把它切成丁 好 搞定 放在盘子里 好 正板的部分我们就不需要了 我们现在把它拿到煮放去 好 我们这个豆干的部分我们来处理完了 我们现在起锅 开火 先倒水 倒水 先煮一锅开水 然后把这个豆干给过个水 把它的豆腥味给去掉 好 我们的这个水烧开了 把这个豆干给下进去烫一下 去一下豆腥味 这个酱真的是小时候吃的时候觉得特别好吃 就觉得这个酱有了这个酱都不需要吃菜了 任何情况下都不用吃菜 用这个拌任何东西 拌任何主食 我们很多观众都在说 程老师你在家里面用这个瓦斯炉 这个火力太小了 我买了 我买了一个火力比较大的 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 就是我住的是泰国的公寓 泰国的公寓里面是禁止用这个煤气罐这些东西的 所以我们只能用到这种瓦斯炉啊 或者是电磁炉啊这一类的 对 没办法 好 烫好了 烫完之后 哇 这个豆干软软嫩嫩嫩嫩嫩嫩 好 搞定 好 重新把锅洗了一下 然后我们现在继续啊 我们的水都干干净 买的这个牛肉是牛肉末 然后他这个牛肉末里面呢就是 不知道大家也能不能看得到啊 就是就是他是那种肥肉肥瘦相间的这种 就不能纯瘦 我觉得纯瘦的可能不太好吃 就是我觉得是这种肥瘦相间的这种做出来的酱 是最好吃的 嗯 这个可以 然后做酱 我是有习惯性 做酱这种东西就是用这个猪油或者是牛油 然后家里面没有牛油所以就用猪油 然后猪油是放在冰箱里面冻着的 所以放在这个勺子放在这个火下面烤一下 嗯 这个这个摇起来会比较方便 OK 把猪油画开 油可以稍微宽一点 就是稍微油多一点点没关系 哇 这个猪油的香味 哇 这猪油拌饭也好吃啊 这个猪油拌饭可以 好 把我们的这个牛肉晒下去 好 把我们的这个牛肉晒下去 哇 猪油拌着这个牛肉 牛肉碎 小时候 妈妈在家里面做的时候是 用猪肉也做过 用牛肉也做过 哎呀 我是觉得牛肉的味道更更适合我 所以今天就选择用牛肉做 这个酱到时候做出来了之后 对吧 这个肖恩哥家放一罐 小杰家放一罐是吧 他们随时想吃的时候随时就拿出来 拌个面 拌个饭就相当的OK 哇塞 大家看这个牛肉是有点出水的 所以我们炒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这个水给它炒炒干 哇 这个太香了 好 我们在让这个水煮干的时候 我们放一点这个白胡椒 去腥味 然后毕竟它这个生牛肉里面 还是有一点点腥味 好 我们等待一下 让它把这个水煮煮干 哇 真的是哇 我为什么选择选择这种 半肥半瘦的这种肉 就是它能把那个肥的 那个油脂给炸出来 然后整个现在这个锅里面就是 猪油的香味加上牛油的香味的那种感觉 哇 太香了 一直在咽口水 这样看还是有点水分 不用担心它这个牛肉老掉啊 或者咬不动啊 或者什么 牛肉碎 它本来就已经把这个筋膜啊 什么都已经打碎掉了 而且等会我们还是要熬酱 哇 太香了 真的太香 好 现在水分差不多了 我们把这个豆干也下进去 好 现在水分差不多了 我们把这个豆干也下进去 好 剁干放进去之后 我们就开始要放我们的这个酱了啊 这啥这啥 甜面酱 我去拿个勺子 哇 这实在倒不出来 然后到处找勺子呢 在这个猪油里面 好 来 继续啊 甜面酱 这一罐是300克 然后我们放大概200克左右 这个 黄豆酱 像我这个量啊 我觉得 好 甜面酱 甜面酱 黄豆酱 黄豆酱这个是230克的 我们就可以把一罐全都倒进去 我做的这个酱其实是区别于那种 老北京炸酱面的那种酱 那种酱它那个酱是要用油炸的 就是在有油的情况下 然后把这些酱进去然后炸炸炸 所以叫炸酱面 我这个只是家常版本的 就是妈妈做的这种 这种这种这种酱的东西 所以大家 这个不喜悟喷啊 那天我还看评论区看到一个 说 你做的这都是什么东西 我们 什么 什么 这个做菜什么的 那你们可能是专业厨师 就是可能评论这个的 可能是个专业厨师 然后就在说 说啊 你这个做的什么东西啊 你以后还是不要做菜了 你就负责吃就好了 我们 像我在家里面做这种酱 做这些菜什么的 都是完全就是日常分享啊 我也不是专业的厨师是吧 所以大家不喜悟喷 不喜悟喷 那酱裹上这个牛肉碎 再加上这个豆干 我们稍微再由你们 让它稍微过一过 就是让它有这个 有一点点这种夹张的这种感觉啊 然后你们加一点盐 说到放盐 那天那个评论区的人也在说 陈老师你做的菜是不是都特别咸 我告诉你们一点都不咸 真的不咸 因为我这个勺子特别特别小 特别特别小 所以我放个什么两勺啊三勺啊 大家就觉得哇 你放这么多 会不会咸到哪里去啊 然后这个酱里面 我们江浙户地方的这个口味 会会要放点哈啊 当然那个什么云贵川地区的 放点辣椒粉也是也不是不行啊 就是我是比较喜欢吃这种口味 蚝油 泰国的这个口味又比较稀 所以多倒一点没关系 我有点炸酱的那种感觉了吧 哇太香了 我这闻到那种 哎呀太香了 好这个炸酱基本上差不多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加水 这个一定要用水煮 有人就来要骂了 要骂陈老师了 你这个好好的炸酱 你放什么水呀 不是我我们家那边做这个酱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然后把它 稀开 对 巴拉巴拉 水还少了 再加点水 为什么要加水呢 因为我研究过这个问题 那个时候我也问过我妈 我说这个熬酱的炸酱 那个北京炸酱面啊什么的 他们不都是在那个油里面过 我说这个熬酱的炸酱 然后再搞点什么葱啊什么那些东西 然后放在里面 然后不 他说这个放水啊 是为了把这个酱的味道 全部到这个 肉里面和这个豆干里面 到时候保存的时候啊 他就会 而且我每一次吃的时候都是从冰箱里面拿出来 就是把这个酱熬好了之后 用一个那个 那个盒子啊 把它放到冰箱里面 然后第二天吃的时候 舀一勺 哇那个豆干里面和那个肉里面是充满的 这个酱汁的味道 所以煮 是有煮的这个道理的 确实是 酱 熬酱 千万要记住 要不停的这个 搅拌一下这个锅底啊 因为他很容易就粘到这个锅上面去 虽然我这个锅是不粘锅 当然大家刚刚也看到那个炒牛肉的时候 他也有点点粘 要是意心宁的 这个锅底锅 就是锅底锅 这个锅底锅 那就是锅底锅 就会放入镜头 这个锅底锅 这就是锅底锅 它也有异点 它是锅底锅 是可怕的 还要不得 虚然 来尝一下尝一下这个味道 对自己的好像没有那么大的把握 这是在泰国第一次做这个牆 现在就已经很好吃了 真的 我觉得现在就能拌个面啊什么的 好 我们把它熬稠一点 熬稠一点 哇 这太香了 现在是夜里面三点多了 我好想发一个视频给小云哥 真的 我喊他起来吃拌面了 哇 这太香了 我受不了了 我真受不了了 好 把火关小一点 炸的到处都是 小小火 哇 这个熬炸的这个声音 我真的是想让大家听一听 我把花筒晒晒来给你们听一下 不要骂我 好 基本上熬个大概10到15分钟啊 我们等待一下就用这个小火让慢慢的让它熬一会儿 千万记住 千万记住不能一段时间不搅它 搅拌它 防止它粘锅 好 我们等待一下 还是要好嗨 水 在《抹茶》 沥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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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现在这个酱已经完全的熬完了 熬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就是你把它滴溜起来 不能说滴溜起来 大家可能听不懂 就是就铲一勺慢慢的滑下去 它有一点点这种粘稠的这种感觉 粘稠的这种感觉就可以了 因为它在放到冰箱里面冷冻的这种 不是冷冻啊 冷藏的时候 就是它会慢慢慢慢的吸附里面的这个水分 然后会让这个酱就更有层次感 好 找几个打包盒 然后打包给这个打包给那个 OK 盒子 这个小盒子就挺合适的啊 好 把这个拿出来 哇 烫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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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烫 一罐三盒烫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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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个 啊 哇 烫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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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烫� OK打包完成 但是我已经受不了了 我现在准备去煮一个面 我来拌给大家吃 好 等会儿见 哎呀 真的是好开心啊 我这个面已经煮好了 然后过了个凉水 现在是冰的一个状态 冰的一个状态 我们搞一下这个这个酱啊 哇这个酱 白饭真的是白面真的是 哇塞 哇我真的想给你们看一下这个 哇 哇塞这个酱真的是太棒了 色泽诱人啊 哎呀我说不了了赶紧拌一下赶紧吃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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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要尝一个 这个牛肉酱 大家一定要尝试一下这个做法特别特别简单 真的大家一定要尝试一下 真的大家一定要尝试一下 太好吃了 有一点点那个辣的那个味道就可以 辣椒的那个香味 哇这个拌面无敌了我跟你说 这个 夜里四点啊 太棒了 好了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大家这个酱应该会做了吧 按照我的口味做 我觉得你们会说的就是获得更好的收获 因为我觉得你们自己在家里面做 可能会做的更细一点啊 比如说熬煮的时间啊 切的这个丁丁切的更小一点啊 味道就完全就太棒了 好了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拜拜拜拜 拜拜